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話說有關於美國總統大選的選舉舞弊指控不絕 尤其是位於關鍵搖擺州賓州的情況 更加是一塌糊塗 之前我們都有提及過 賓州郵政局出現了一宗非常嚴重的選舉舞弊指控 其中一名郵局員工出來爆料 說他們的主管要求整班伙計 將那些在11月3日 即是大選日之後 才收到的郵寄選票 吸一個11月3日的郵戳 使得這些已經是 預期的選票當成是合法選票來點選 如今這宗指控罵出了一個羅生門 華盛頓郵報有一篇報導 就說 這名郵局的吹哨人 他已經說了這宗是流料來的 已經撤回了他的指控 但是這一名吹哨人 他就現身說法 說華盛頓郵報這篇報導 就不實 說他自己本人就 企硬 根本上是沒有撤回到任何的指控 而且他一直堅定地認為 這些指控是屬實的 所以就罵出了一個羅生門 那究竟誰是誰非 在說下去之前 首先就要呼籲各位亦友 記得 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這名賓州郵局的吹哨人 就叫做霍普金斯 華盛頓郵報的報導 就引述了多名要求匿名的消息來源 就說 這位吹哨人霍普金斯 就已經向郵政署的監察總長承認了 他之前提出的 選舉舞弊指控是不實的 並且簽署了書面的證詞 來撤回了先前的指控 至於眾議院的監督與改革委員會 也在Twitter上提到 說這位郵政署的監察總長 在詢問之下 吹哨人已經完全撤回了 他之前所提出的指控 即是說這位郵政署的 這位郵政署就是 只是暴露了 根本上他那些 選舉舞弊指控是作出來的 是假的 好了 但是這位當事人吹哨人 他是現身說法 在Twitter上有了影像 有了畫面 弄了一條片 是他本人 我作為一個讀者 你說我應該相信哪一個版本好呢 我相信你華盛頓郵報好 我一定是相信這個吹哨人 吹哨人自己出來說 你華盛頓郵報這個報導是不實的 他根本上想聯絡你華盛頓郵報 解釋都沒有機會 那我相信誰好啊 那個吹哨人就已經走出來現身說法了 但是華盛頓郵報就是引述一些匿名的消息人士說的話 現在擺在大家面前有兩個完全相反的版本 而且是具有矛盾和衝突的 所以只能夠說其中一個是真 另一個就肯定是假的 你問我說信哪一個 我就當然是說信那個吹哨人 因為他自己都走出來說話的時候 那個就已經是第一手的消息了 而且如果這個吹哨人他真的撤回了 關於這個賓州郵局的選舉舞弊指控 他還怎麼會愚蠢到繼續拍片 說這些指控是屬實的 他是沒有撤回到 玩東西嗎是不是 其實現在華盛頓郵報 某程度上就好像把自己的報章的公信力 壓了下去一個 都不知道是哪裡來的消息來源 究竟你那篇報導是不是流的呢 如果這篇報導是有誤導成份的話 目的又是什麼呢 是不是想掩飾什麼的真相呢 是不是啊 你幫誰呢 是不是想 你難免是會令人有這樣的質疑的 除了說在報導上出現了羅生門現象以外 原來這宗事件又另有內情 根據非牟利新聞組織真相項目的 創辦人奧基夫所說 他就說 這一位的吹哨人霍普金斯 曾經遭到了美國郵政署的 總監察長辦公室的特工盤問 而且 這位奧基夫更加發放了一段 這位特工試圖去脅迫和恐嚇 霍普金斯的錄音 這個特工叫什麼名字呢 人家有名有姓的 叫做斯特拉斯 所以就不要又叫人家Fact Check 這些錄音帶 就在Twitter上找得到 這位特工究竟怎樣跟吹哨人說呢 他就說 我想讓你稍微來聽話 我們又有參議員 我們又有司法部 又有什麼有什麼 這個吹哨人霍普金斯 馬上就打斷了特工的說話 吹哨人就說 其實特朗普總統的律師 一直都有跟我接觸 反映得到 其實這名吹哨人 縱然是面對著特工的脅迫和威嚇 仍然是不為所動 堅持著 就著這宗選舉舞弊的指控作供 至少暫時 截至目前這一刻為止 所以這名吹哨人其實是值得讚揚的 為什麼呢 首先來講 這一名吹哨人 當他在職場裡面 面對著這些他所指稱的選舉舞弊行為的時候 他就沒有選擇說隻眼開隻眼閉 當看不到沒有發生就算數 反而就是挺身而出來指證 有這些問題 他其實是頂住了很大的壓力 根據他自己所說 就說 他已經是收到當地的郵政局一封信 就通知他要停職留身 即是暫時沒有糧出 大家可想而知那個壓力是多大 第二 就是當他接受這個特工的盤運 或者是威嚇的時候 他仍然 是堅持著自己的信念 仍然是要堅守著公義的原則 並沒有向到惡勢力低頭 只在這兩點 就已經值得去讚賞了 好了 至於特朗普的私人律師朱利亞利 其實他也有留意到這件事件 以及是相關的錄音帶 他又怎麼說呢 郵政署的特工 為什麼要嘗試 去扭曲那個證人 全部都在錄音帶上 有沒有人能夠找得出 這個特工 斯特拉斯 是在為哪一個來工作的呢 其實朱利亞利就是想抽出 真正的幕後黑手 因為你說這個特工 無厘頭 他怎麼會去 搞這個吹哨人才行 一定是有人指使他這樣做的 究竟指使他是誰呢 雖然大家都是 心照不孫的 但是也要 有些證據才可以 指控說 究竟是誰指證他的 最好又要查一查 既然有個人名的時候 離譜 怎麼會連吹哨人 都可以滋擾那麼離譜 是不是想 將那個真相隱藏 不想他公諸於世 是不是想將一些惡行 臭屎密襟 所以這個吹哨人 其實就是做得到 孔子在論語所說的 就叫做 人者不憂 智者不惑 勇者不懼 他做到這三件事 所以就希望這一位的吹哨人 能夠頂得住的壓力 繼續將那個真相曝光 然後就轉看看香港方面的情況 今天就有四名的立法會議員 被取消資格 分別有公民黨的楊岳橋 郭榮鏗 郭家麒 以及專業議政的梁繼昌 於是泛民已經 提出了總辭 在這一份 新華社報導 人大常委的決議當中 其實煞有介事 有提及到 就說上述的議案 是應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的請求 提出 其實就把責任 放在林鄭身上 無非就是要用盡林鄭月娥的剩餘價值 因為 反正林鄭都已經被美國國務院和財政部列入了制裁名單當中 不爭 就說現在DQ四名議員都是她提出請求的 實際上也說 要DQ的議員 究竟是林鄭的意思 還是上面的意思 是不是 有沒有人真的信林鄭請求 請求得動呢 之前說要回大陸見京官也沒有人理他 很後期才接見他 至於在今年的七月底 林鄭就被問及到 這四名被DQ了參選資格的議員 能不能夠過渡到現任的議會 林鄭當時就說 他們的參選資格 和議員資格 應該分開處理 如果是現任的立法會議員 就需要有法律基礎 怎樣使他 不能夠繼續擔任立法會議員 而不是隨意 因為在參選那邊過不了關 就要在這一邊也要走 他那時候就說這句話 於是大部分的議員 落答了 要可以現任一年的 應該是留在議會當中的 原來現在事後看回 這一招根本上就是請君入宴 如果當初他DQ了這四個人的時候 可能就會提早觸發泛民總辭 當時就不提出 等你做到兩三個月 他才DQ你 當然為這一招這麼高招的手段 是林鄭自己本人的意思 還是上面的意思 那就不知道 反正上面就說 是林鄭請求的 這樣就當是他 林鄭也說是他的 那就是他 免得跟他爭辯 至於目前 非建制派當中 鄭松泰就不肯辭職 這個人也算離譜 當初他喊總辭 喊民主派的議員總辭 他喊得最大聲 現在竟然說了 根本不是藉口的藉口 就說已經過了總辭的時機 所以就不遲了 你當初喊得最大聲 是不是應該知行合一 大哥 喊你又喊得最大聲 到真的要做的時候 斷捨離的時候 原來不捨得那個議席 你當初就收爹了 對不對 一美在攻擊民主派 你自己做成怎樣 不知所謂 好啦 最後一件事就是 這個不是要抽水或者什麼曲線 而是民主派現在總辭 其實都是在幫自己止蝕 為什麼呢 政務司司長張建宗就說 去信立法會主席 要求安排立法會秘書處宣佈 楊岳喬、郭榮鏗、郭家琪和梁繼昌的立法會議席 自7月30日起 就要完兇 喂 那個問題就來了 那時候你說DQ他 就是11月11日 原來就可以dayback回去追溯到7月尾的時候 對於一個議員來說很嚴重 因為以往在DQ立法會議員資格的時候都出現過 就是會向那些立法會議員追討 在DQ之後的 薪酬和津貼 以往是出現過的 現在你說 7月30日起就完兇 意味著 8月、9月、10月和現在11月頭的10日 那些薪酬和津貼就要歸還給政府 是很金的 他們那份薪酬是少 如果他們大洗洗完就沒辦法 一般都不會 問題就是連津貼都會追討 津貼是包括了什麼 比如說 議員助理的薪金 以及 議員辦事處的租金 三個多月 他不是說11月開始計 所以你說剩下的那班立法會議員 如果繼續做他們的所謂議會抗爭行為 例如說不斷拉布 不斷地點人數等等 你都很難保自己是不會有朝一日被DQ的 你被DQ的時候又不知道會追溯到什麼時候 那條數就很耐用 這些是很現實的事情 他們都要考慮的 也都會考慮的 至於你說現在 這班人被DQ了之後要怎樣怎樣 老實說 既然他現在都不是在受這個俸錄的時候 我也不會要求別人做什麼 除非你說他 在接下來的選舉又繼續去參選的時候 你就問他做了什麼 如果不是 比如說好像公民黨那樣 你還叫他做什麼 他已經是全員覆滅了 在上次的參選階段 都說不讓他們來參選 按照現在的標準 如果在參選階段都曾經被DQ的人 根本上下一屆都沒有運行 都沒得入閘 所以你說做什麼不做什麼 他們自己來決定 因為也不是納稅人出錢給他 反而繼續留任那件鄭松泰 那些人們如果那麼喜歡問 就應該問他 他還在出糧 還有他那幫助理還在出糧 那麼喜歡問問他 應該他去做 現在整個議會只剩下他一個 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